欢迎收听陛下官,今天是陛下官的第32期 大家好,我是竹子 大家好,我是曲霞 大家好,我是超人 陛下官是一档讨论艺术史话题的播客节目 每周播出,我们的网址是bhia官.com 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收听 陛下官是IPN播客网络旗下的节目 关于播客客户端的推荐 请访问ipn.li-faq 我们鼓励您成为陛下官的会员 每月五美元 支持我们将陛下官观测到底 进入更深更远的历史现场 直面古物真迹 体位与古人神接的一曲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 请访问bhia官.com 斜杠member 就是bhia官的全篇.com 斜杠member 英文member的member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请曲霞来朗读一封读者来信 又是申请朗读是吧 对 我觉得是这个曲霞最适合 也不是啦 我觉得咱们这个听众朋友那么热情的 给我们写那么长的来信 我们不读一下 怎么对得起大家呢 对吧 行 这是一位叫做布哈拉听友 通过这个我们微信公共号 这个平台发来的一封 挺有来信 我现在读一下啊 这个陛下官的各位主播 七夕节快乐 每周收听陛下官的播客节目 都是一次心旷神仪的 艺术和美誉的旅程 节目中主播们湿而流露的冷幽默和调侃式评论 给陛下官增添了生物活泼的元素 这是于大多数教授 古代艺术的专家学者 一言堂式的讲座是很不一样的亮点 陛下官的每期节目都注意的收听过 有的节目是自己感兴趣的 还会重复收听 Enjoy the program之后 心里还是会有意犹未尽的感觉 甚至觉得很多专题其实还可以谈论的更细致 比如秋辞石窟壁画里的佛本身故事 每一个故事所体现的悲鸣众生的感染力 和奇特的艺术创造氛围 都让受众以极其强烈的心灵震撼 个人比较偏执地认为 本身故事化所散发出的魅力 是秋辞壁画整体美学体系中的点睛之笔 风水气脉中的血之所在 这我插一下 这个我读到这我突然想到了这个阿湛陀 那个石窟的这个壁画 这个有大量的这个本身故事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脉相承的 我继续读 然后很难想象 壁画中如果少了这一方面的内容 也许艺术薰染和审美冲击的颜值必加逊色不少 私下觉得关于广盛寺 奉国寺纳尔逊博物馆的节目比较精彩 但是个人不太满意关于乾隆 布达拉宫21世纪谈古代艺术那几期 觉得有点泛泛而谈 内容松散了一些 当然也可能是个人那天的收听状态不好吧 与主播们保持同频率的震动 或许更能吸收和理会节目的 意趣和滋味吧 期待陛下官继续分享 给我们当迭俗成的好节目 已经在展望以后的精神大餐了 拜托拜托 主播们筹谋已久的龙星之地系列 杭州片何时登场啊 难道要等到地球上各大国CEO们 相聚西子湖边唱谈 淡庄浓墨总相宜的盛会是在分享给听众们 然后是一个笑脸 我觉得这是个好建议啊 最后一个私人问题 最后一个私人问题 往古村和曲霞先生点播 大训博物馆里的菩萨坟香图中 最右边紧紧露出的一只菩萨妙手 是不是另一位菩萨的 那位在芝加哥美术馆收藏的菩萨图 那位菩萨缺了一只手 你们在以前的博客文章中提到 他们是一组系列里的 意思是这三位菩萨是在一个场景里 是这样理解吗 行这个谢谢这位布哈拉听友啊 您的这个鼓励和批评 我们都这个感谢至深 我看那个回应一下 在我这里因为我们时目这个播客的 这个live的时间有限 我就简单的回一下您最后的一个问题吧 就是您因为也看了我们以前写的这个博客 有关这个菩萨坟香图的这个一些内容 您知道 这个坟这组壁画呢 其实是非常了不起 它是也许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这个四观壁画 当然是除了敦煌以外了 因为敦煌是石窟的壁画 它是这个四观壁画 而且水平相当高 这组壁画因为当时被古董商拆开卖了 现在保存在欧美的十几家博物馆中 而且可能当时从墙上摘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损失了很多 所以现在要把它完全的这个拼接复原 几乎是mission impossible不太可能的事 所以有关这组壁画的很多课题 现在还是这个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未解之谜吧 您提到的那个文乡图的另一只手 您看得很仔细 而且我们在以前在文章里也写了 是不是芝加哥美术馆收藏的那只手 其实我们以前在我想在六七年前吧 我们曾经试图用数字化的把它拼接过 看看能拼上 但是好像把这几三位菩萨放在一起的话 但是好像构图上不太好看 所以现在我个人是倾向于排除了这个芝加哥美术馆的那个菩萨的手势 就是他缺失的那只手 就是在纳尔逊的那个分享图里的那只手 所以我就简单回复一下 我想以后我们播客有时间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仔细讨论一下这幅壁画 因为这一大组壁画 它第一个水平很高 第二个它反映了大概 时代应该我觉得是唐末五代 是非常靠谱的 而且是和我们佛教密宗的有关系的一大组的壁画 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仔细讨论吧 这道让我想起我们上次去乌宏先生那个芝加哥 北京的这个芝加哥中心那看的 以现在的技术来说倒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但是就问题就是对这个壁画而言 就是当时他们古董商从墙上把这个壁画摘下来的时候 就已经有损失了 就是那肯定是 但是天龙山已经损失了 对 故宫还有 故宫的那个新画寺壁画也是拼乱了 对啊 你看那个孟老师的研究也是 就是你想重新拼回来拿数码的技术 超人大家提醒我了 就是这个和冯香图出自一个建筑的壁画在故宫也有 是在1950年代我们刚解放的时候 从古董商的那个库存里没收的 你可能是这样 对 现在在故宫大概有 对 有好几块 所以前几年 七佛吗 齐的吗 七佛那个 不 这还不是一会事 七佛那个是新画寺的 是那个 你说另外的呀 那我不知道 对 我说的就是这位 这是布哈拉廷有问的这个焚香图的 对 对 对 所以 哎 原来没查 我不知道这个知识点 我都没查过这资料 没事 这个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讲 因为中原地区的四关壁画所存不多了嘛 这个珠浩谷那块是一大块 还有就是有些明代的这个壁画 比如说以前的游摩佛罗斯 游摩佛罗帕斯常画 现在在大英博物馆的冰代也有 那个是一组 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 这组焚香图 这个这组壁画 反正都是特别有意思题目 这个也真谢谢布哈拉 这个听友给我们提了这个问题 以后我们有机会 几位主播也可以在节目里讨论一下 这个这个壁画的问题 哦 还应该有一件事 需要在这里面那个宣布 就是我们上次说的 9月初的限价活动 这个限价活动 我相信这个 就是follow我们陛下官节目的听友啊 会员已经可以在知乎啊 在公共号上已经看到我们的这个广告了 具体这个信息大家可以看广告 我们这里再说一下 就是其实我也特期待 但是可惜啊 我不在这个国内没法参加这次活动 但是特别期待的是 因为这次活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 是这个超人主播 是对这个大故宫 第一个又有感情又熟悉 然后还在故宫里这个这个创作了 行走过 对 赫赫有名的这个 穿越照的这个 哎 超人你给大家讲一下 这如果这个对参加这次活动的 你这个你大概会给大家这个休息什么呀 给大家提供哪些啊 对比较比较 相对比较熟悉嘛 逛的比较多 然后又这个 对这个客流比较熟悉 关键是 所以我能给大家看 我能带大家看一个在开放 就是全面的像游客开放的故宫里的 没有人的故宫 哇 就是 这已经很让人期待了 我们挑这个 这个在正常开放的情况下 一些人际罕至的地方 一些那个早晨游客非常很少去到的地方 特别是那个 我们都这个关注过的乾隆花园 还有这个故宫的这个东南角楼 就是去年新开放的 这个这段城墙 对 然后 去年新开放的一些场馆 其实现在的客流量也不是很大 对 包括他 内容其实很丰富 很精彩 包括因为新馆啊 这个野导游们肯定都不熟了 因为都是新开的 第二就是志愿者的这个 这个还没有跟上 就是包括故宫里边的地图啊 志愿者啊 什么都没有跟上 但是讲解的其实非常少 所以旅游团也不往这些地方带 所以人非常少 我们就是现在活动 那很遗憾的 对 那我其实我一再的推荐我周围的朋友啊 还有新来北京来逛故宫的人 我说你一定要去这些新开的场馆 因为因为我大概 我们采访过嘛 知道他们有哪些亮点 又有很多 其实可经 尤其古建筑的那个 把很多烫样都拿出来了 以前是 以前是不会展出的 那个烫样都很脆弱 其实这样很 其实现在 现在这样很好 就是因为这 至少能在故宫里提供一个 你个专业人士 想看博物馆的人 能这个安安静静的看 展品博物馆的地方 没有那么多 这个来京旅游的游客旅游团 能让我们享受这个半天的片刻宁静 哎呀 我都觉得特遗憾 赶不上超人的这个 这期这个现场活动 我把线路告诉你 你自己去 但是 但是有 有你带着 可 这个 对 要有专业导游带着 对吧 哎呀 所以我 我也这个 呼吁大家这个 因为名额有限嘛 我们这个只有15加5 这个20个名额 这个 我 现在报名情况 我还不是特了解 但是希望大家 还是踊跃报名 机会难得 那我们现在 这个 书归正传了 开始说 这一期的节目 这一期 我想想我们 前几期 都还 跳跃的 我们这个月 如果总结看来 会非常天马行空的 我们以前 毕业旅行 国内国外 大家晃了一小圈 上周又是山西 对 又回到古代 今天我们又到 到东南的一个 曾经的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去看一看 因为 这也是当时 现在我正在 这个 关注这个地方 已经连续几年 去了几次 所以感觉 非常棒 我也是极力向大家 推荐的一个原因 就是 我感觉泉州是一个 如果说 它在宋元时期 是一个非常多元的 一个极其繁盛的 一个东方港来说 那么现在是一个 在中国 这么多城市 在做城市建设 或千面一律的 这种情况下 它是一个 非常有个性的 而且它的包容性 仍然能体现出来 也是古建 和美术爱好者 非常 可以去 很容易探寻的 一个地方 那其实你们 都去过泉州 对 所以那个 那我不知道你们 对泉州 有一个什么样的印象 那我先说 泉州 在渠霞开始之前 其实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你说 因为我去了几次泉州 我有点 含混的 就是 原来泉州 其实它到 很晚近 也不是很晚近了 它是 后来才叫的泉州 它的名字有很多 它叫李成 又叫次童 又叫温灵 因为他们泉州人 是非常自由地切换 这个名字 然后我刚开始 就有点晕 但我现在搞清楚 但我想请你 再讲一讲 它的 这个 这些名字 和它的来源 我想就是泉州 当然是 就用了最多的 这个名字吧 而泉州 我想泉州 根据这个名字 我 我印象中 应该可能是唐代 开始叫泉州的 你想 像什么苏州 杭州 什么泉州 这都是从这个唐代 开始这个叫的 叫什么州 但是泉州 其实有一个 特别有意思的名字 叫这个赤铜 这个可能在 现在大家不太用吧 但是在古代 其实用的挺多的 而且大概这个名字 是从宋代开始 就叫 就泉州 有这么个别称 叫赤铜 赤怎么写呢 赤就是这个 赤 就是赤为的赤 对吧 铜就是胡同树的这个铜 据说这个 就是当时在唐末的时候 好像是有一个什么人 在泉州的这个 城墙的周围 变植赤铜树 然后这个泉州 而且这个赤铜树 听说是在春天就开花嘛 开一种红的花 所以特别漂亮 所以泉州就有了这个美称 另外很有意思 这个赤铜树这个名字吧 可能是墙内开花 墙外香吧 这个中国人叫的不多 但是这个老外 因为泉州是个国际港嘛 从宋代到宋元两代 这个老外都叫他赤铜 尤其是阿拉伯人 对 这个 而且讲到这个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 我自己的一个切身的一个遗憾吧 因为我知道泉州叫赤铜 这个我到以前就知道 但是我从来不知道 这个赤铜的这个英文怎么说 其实赤铜的英文叫这个 Z-E-I 对 Z-E-I-T-O-N 这个名字我倒 对对对对 对 Z-E-T-O-N 也就是说对国外抬到泉州港的时候 就用的就是这个词 对 Z-E-T-O-N 若干年前我记得应该有一些年了 然后我有一次逛旧书店 因为这个竹子超人知道 我平时有买书的这个爱好 然后看到架子上就有一本叫做 The Twin Pagodas of Z-E-T-O-N 然后当时我就没反应过来 我这个就都没有把这个书 从架子上取下来 就一眼就换过去了 然后这个以后这个长知识呢 才知道 哦原来这个Z-E-T-O-N 就是泉州 然后就是赤铜的意思 因为它可能是从英文 从阿拉伯文那么对过来的 所以后来以后我是在图书馆里 看完这本书的 然后现在在想用一个很靠谱的价格 买几乎是不可能了 可遇而不可求啊 所以这个特别遗憾的这么一个事 这个对 而且这本The Twin Pagodas of Z-Tone 就是可能翻译成叫泉州双塔比较好吧 这本书可以值得说一下 它是一个两位很有名的一位 两位这个外国人 也是研究东方学的 一位就是我们前面节目里提过的 叫艾厄峰 就是一位德国人 他叫古斯塔夫艾克 另外一位是一位法国人 也是一位汉学家 他叫戴米威 他们什么渊源呢 他们是在1926年的时候 当时不是1920年代 这个华侨资助这个厦门大学刚开张吗 然后夏大就请了好多 这个第一流的中外学者 到夏大去教书 像什么鲁迅啊 什么顾吉刚啊 什么成万里这些人 他们当时都在夏大 所以还是提 这个中国近代学术史上 一个绕不开的一段这个往事 然后他们其实就在泉州 做了好多工作 然后艾厄峰和这个戴米威 这两个 一个德国人 一个法国人 他们就调查了泉州 开元寺的双塔 出版了这么一本 这个叫 The Twin Pagodas of Z-Tone 这本书 有好多的这个测绘资料 还有很多很多 很详细的照片 他们把塔上的 所有的浮雕都拍了 然后非常好的一本书 这个推荐大家看 那艾克是在这一次 拍了很多照片 给那个印度学者 对 叫什么名字 然后就发表在赢道学社 是刘志平翻译的 对 凯元寺的印度雕刻 对 这样我们一下子就 我们一下子就扯开了 这个我本来还想 卖个关子在后边讲的 就是我可以说一下 sorry 不sorry啊 其实很有意思 就是说 当时艾克就是当时 他们在泉州 发现了很多这个 印度教的这个时刻 就像竹子说的 以凯元寺大殿后颜的 那几块最著名 后来当时艾克就把 这些拍成照片 然后发给了谁呢 发给了这个 哎呦 那名字特难念 叫 对 我就记不得 Kumaraswami 这个人可了不得 这个人是当时 这个西方研究印度艺术史 最权威的一位 一位一位 一位大大学者 如果我们看 印度古代艺术史的话 早期的 1910年 20年代出版的 肯定都是他的著作 所以他当时就写了一个 这个泉州的一个 这么个东西 然后 这个 就像竹子说的 后来是刘志平翻译了 然后发表在这个营造学社的 好像第五 第五卷还是 第五卷 第五卷 第三还是第四期 对对对 第三期 对对对 或者第二期 反正对 是三几年的 对 我想我们苏信就在这儿 把所有的和这个 泉州有关系的学术史的 都给大家讲了 就算了 哎好 还有一个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泉州不是草庵吗 就是那个摩尼教的 摩尼教的 对摩尼教的 在近江 对啊 他就因为是泉州南边嘛 就是其实靠近机场不远嘛 就在近江机场的这个附近嘛 对吧 然后当时是这些大学者 就因为当时正好就是靠着下大的这么个渊源嘛 这些学者 他们当时从这个文献上找到了这个明代有记录的草庵 就是这个摩尼 就是供奉Mani 这个摩尼佛 这个名教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寺 后来他们还去找了 当时这个我想想看 陈万里呀 顾洁刚呀 还有下大的一位叫张 张什么的教授 他们都去找 找这个草庵 可惜他们就没找着 找了两次 后来这个草庵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才可以找着的 当时没找着 当时没找着 对啊 后来在50年代找着了 哎 我很奇怪 他为什么叫草庵呢 草庵 他明明是个石头房子 这个我也没概念了 是个石室来的 对啊对啊 因为我去了我也一惊 其实我觉得最牛的就是 他不光是常见佛道基督 他这个伊斯兰 他还有摩尼 还有印度教什么的 对啊 对啊 景教 对啊 而且我相信肯定有犹太教 有吧 有犹太人 好像有 就不知道 有说还有婆罗门寺 对啊 婆罗门教的寺院 那个叫什么白狗庙 是不是 那个就是印度教的一个庙 对对对 但是肯定不止 就很多这样的寺啊 非常神奇的 因为说那个时候外国人太多了 说外国人有几万人 可能都更多 他城外基本什么 藩人馆啊 什么藩人学 什么寺 就是这个 这个 各路的 那时候可真是一个国际港 对 不光是港 我觉得就是一个国际大都市 对啊 那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城市 就跟伦敦 伦敦什么 纽约 纽约一样 对啊 我觉得真和纽约很像 真的是 那个马可波罗不是说 这是亚历山大港的一百倍吗 但的确泉州很大 因为以前我都定义为泉州是去泉州 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泉州城 其实他很遗憾 就是这个泉州城墙 泉州还有一个名字叫里城 我这次还跑到山上去看 鲤鱼的鲤鱼 就是因为他背靠着这个青原山嘛 然后面向近江大海 就天气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海岸 实际上原 就是在明清时期 他的那个城墙 是看起来的确是有头有尾的 就看起来真的像一个鱼一样 他们现在泉州人还能指的很清楚 就哪一边 头是在哪一边 然后尾是在哪一边 其实原来的城墙就是站在南台沿 我特别推荐大家去泉州的第一天 一定要去青原山 一定要傍晚的时分 登上青原山的南台沿 而且不收费的 就沿着公路走 就不要走青原山的那个大门景区门口 沿着旁边的那个公路去上到那个 就叫南台沿 这个地方是俯望泉州 俯瞰泉州城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角度 你可以看到 就是我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海 然后可以看到对面的紫茅山 可以看到这个 这个他们的西湖东湖 可以看到如果天气 如果实在是这回没有赶上特别好的时候 其实都能看到 势力范围内这个双塔 西湖东湖 晋江 都非常清楚 就是他是一个能看到 玄州一个全貌 可惜就是这个城墙 在民国时期被拆了 对 都三几年了 就被拆了 其实 不然就很 就太遗憾了 其实可以给大家做个注解 竹子说的是三几年给拆的 是 我看了记录是抗日战争 确实是抗日战争时候拆的 我猜 你知道为什么拆这城墙吗 我猜啊 当然我没有看别人说 我估计是当时为了逃轰炸 因为泉州一直是在当时 我们自己人手里 就是没有给日本人战 但是有轰炸嘛 然后就是 因为飞机一来了 你四散有了 城墙散不开嘛 然后可能就在那时候 把城墙拆了 会吗 对 是啊 好像江西那赣州什么的 好像有 我忘了哪个城市 城墙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拆的 就在抗日战争时候拆的 那崇武古城离它那么近 崇武城就没事 但是崇武毕竟是个小地方嘛 泉州还是一个重要城市 对啊 所以 所以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而且但是拆城墙的 倒拆出一段 这个故事来 就是你知道就是 泉州不是在原末 给毁得很厉害吗 就很多当时的寺院 那个各种各样的 所谓的这种 翻佛寺呀 这些清真寺什么的 都给毁了 然后很多 就实构乱七八糟的 明代修城墙的时候 就把他们填在城基里了 后来就抗日战争的时候 一拆城墙 又给他扒出来了 扒出来了 对 所以后来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有一位泉州当地的一位先生 叫吴文良的 他是个中学老师嘛 他就从那个城墙里 扒拉出了好多 这个各种各样宗教的这个史课 所以在1950年代文物出版了 这个一本叫泉州宗教史课 特别有名的一本书 所以就是因为拆城墙这个原因 这个扒拉出来的 所以大家才知道了 还有那么多的这个历史 那我们接着再回来讲 人家再讲对泉州的这个研究 现在已经给我们推荐两本书了 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竹子 你去过泉州几次啊 三次或者四次 四次 我是没你去的多 但是我肯定比你们去的早 我是87年去第一次 哇 天哪 那个时候泉州什么呀 泉州 那泉州的味道相当 那肯定 因为我去泉州的时候 其实泉州已经开始 开始拆 那时候东街已经拆了 so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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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跟着一下 是88年不是87年 88年去的第一 我觉得87年88年 好多民间宗教活动没恢复的吧 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小孩嘛 跟着家长去的 然后因为很有意思 为什么去泉州呢 当时泉州其实也不太去 当时那个我记得就是 当时厦门是中国人的旅游热点 所以当时你看广告 经常能看到叫厦门 食诗什么几日游什么的 对对对对 大家都要在那个古浪雨的 那个码头那照张相 食诗那时候还蛮有名 为什么食诗有名 食诗是一个重要的一个 就是和台 对台贸易的一个 就是走 都是走私货的那些东西 对对对 因为离那个台湾很近 对对 而且食诗特别有钱 对 食诗现在也是一个 这个有钱的 这个泉州有钱的地区 对 所以当时跟着家长去嘛 也是家长当时在那开会 然后他们会上就组织了一个 去泉州的这么一个一日游 我当时就印象挺深的 从厦门坐个车 我先看完食诗 然后到泉州去晃了半天 然后就其实就去了青原山吧 我印象里 然后其他地方一概没去 但是泉州城里 当时车是过了一下 我当时就觉得很 amazing 因为厦门和当时 因为我苏州人嘛 厦门我觉得和苏州 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是一个港口城市 然后街道呀 建筑呀 房子呀 那格局都挺有一些奇怪 就是挺洋气的 但泉州一看就是那种 小小的城市 然后都是林荫道 就是那种胡同树 然后就和苏州很像 我当时就有这感觉 这是当时我小时候的感觉 现在这很多地方还能找到 我下面会说 其实我要找到很多北京的感觉 是吗 所以我 我最近一次去是2013年嘛 2013年春节去的 那个元旦去的 后来我当时很神奇的发现 哎呦 泉州既然好像老城里变化不大 好像还有 还有树好像给砍了很多 但是好像街巷的格局什么 还是原来的老格局 这是真的非常神奇啊 对 这是因为泉州人实际上 我上次不还说福州和泉州的区别 就那时候我还说泉州更像个女子 就更聪容更安然 实际上这次我的认知大大的改变 因为又和他们一些比如规划院的 还有和下面的人谈 其实泉州是个非常上古的一个 就是他的草根力量非常强 民间力量非常强 当然也有桥乡的这个 就是桥民的帮助 他们就是这条街道不能轻易改的 这一改的大家就要抗议 这个桥民就要回来反抗 因为他们思思缕缕的 他们说这样 家里呢最有能力的出国 就是要出洋嘛 最没有能力的当官 这个还有能力就去当企业家 就他们是这样选的 所以在当地呢 实际上是这样 就是他华侨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力量 至少在现在还是 但我不知道后来 就以后会不会还这样的 因为这个现在华侨和华人 实际上是分开了两个概念 对啊 然后就是这个企业家的力量也很强 他们说就相对来说 政府的力量比较弱 就是要听这个大家的意见 而且大家又比较 就是这个泉州人呢 自己又很把自己家 就非常爱家乡的 他自己讲的 就是一有什么改变 他们就要反抗 就政府一有这个活动 好像觉得很难推动 挺好的 有的时候呢有点勾连 就是官商一勾连 可能又不太 就是一说几条街道搞好几年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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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也不容易 或者想改也不容易 后来我其实还感觉 泉州还有一个很要命的 就是 当然是我觉得特别好的 他们有一个 就是有铺镜的话 就是他们那个宗教 根本就 我说泉州大概有千座 小庙都不为过 这个庙是什么 就有点像我们的居委会一样 对 就他这个地方的 这叫铺镜宫庙 铺镜这个词呢 实际上是到了明清 才慢慢形成 就是叫 就是泉州 大概最后是有 三十六铺吧 还是多少铺 然后九十二镜 就铺价为镜 就实际上 就像我们最基层的行政管理单位 然后这个还只是 上面管下面的一个行政手段 但是在他们的信仰当中 每个铺镜是有自己的神的 这个神呢 就要供庙供起来 比如说我去一条街啊 就离水门巷很近 一宝街 二宝街 三宝街 四宝街 五宝街 每一宝其实也不过百米长嘛 就一个庙 可能都不止一个庙 但是他有一个 装管这个地方 一宝的这个庙 比如一宝就是日月太宝宫 日月太宝宫就是什么 其实纪念的是 宋代的最后的两个小皇帝 因为上次我不是 我不是在聊这个福州的时候 不说这个林浦村 林浦村是有一个 那个就是在这个元末的时候 皇帝被掳了嘛 那这两个 最后的两个 等于是当时还是他的兄弟 就被带 就陆秀夫啊 就把他们给 就几个大臣 把他们给就逃了 逃了第一站呢 就到了福州 在福州登岸 就是现在的林浦村 那个时候就叫南宋行宫 然后那个元朝 薄言又追过去了 追过去 他们还当时还没敢叫 叫泰山宫 说我就进泰山的 实际上就是他们的行宫 那这两个皇帝 后来又接着逃 在这个福州的时候 就有一个 哎呀 那个字我不认得 就是那个 上面日 下面是正 叫下吧 赵下 就这个皇帝 就是倒数第二个皇帝 瑞宗吧 他就在这登基了 然后呢 可是几个月以后 又得逃 在逃的路上 他就死了 然后这是 127 7678 那到78 他们就逃到广州去 最后那个皇帝呢 上日下政念士 念士 然后 另一个呢 就是在 现在香港 大雨山那地方 就逃到那 就崖山海战嘛 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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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崖了 然后就死了 就泉州的人民 其实也没 都就开始纪念 因为泉州人实际上是 后面会 我会再说 我感觉泉州是一个 非常有这个中原文化 汉冷化的 虽然是很多元 但是 哎呀 这个我插一句啊 竹子 你刚说到这个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庙 然后祭祀的是送代两个皇帝 然后是宋墨什么 我 我当时哈哈一笑 其实我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为什么笑的 这个 会心的笑 而且我觉得我觉得这个超人肯定的理解 这个 这个 为什么 这个其实泉州啊 泉州在宋 就是南宋末年和元代 一直到明初 大概这么150年里 那历史可是波兰壮阔 基本就是叙利亚内战 有点像 是吧 有点像 这个 这是波兰壮阔 这当然也是泉州历史上 也是泉州历史上最显赫 最brilliant 最光辉的这个 这个 这个阶段 真是 特别有意思 就是 南宋皇帝逃到当时的魔都了 对 其实可以聊一聊 其实 为什么我觉得泉州 为什么在元代 为什么那么 那么兴盛 几乎是国际远东 或者东方第一大港 甚至 怎么怎么样的 我觉得有几个契机 其实泉州挺 挺lucky的 就是在社会变动的时候啊 剧烈变动的时候 这个泉州影响都不是很大 一个就是在这个唐末那个皇朝 皇朝起义 对 他皇朝不是把整个中国半个中国给祸害了一圈吗 泉州这边什么也都给宰了 那个 没有 没有 非常 非常lucky 怎么 就是皇朝当时从福州往泉州走的 然后后来又从泉州 一直叫广州 这个皇朝就是到了泉州城外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 他没有破得了城 就泉州给保住了 就是根本没有 就是泉州没有受到 这个就泉州城啊 没有受到这个皇朝的破坏 但是这个福州和 就是广州 泉州的阿拉伯瓦人 波斯人应该是在皇朝的时候 给全给宰了 对啊 不 广州人是全给宰了 泉州也 泉州也 但是历史记载 历史记载 那个皇朝没有进泉州啊 但是那些藩人是不是在城外呢 不会 因为这种时候来 肯定都躲城里去了 所以泉州其实就是说 当时 那个福州经过皇朝一搞 也都是废墟了嘛 广州也都是废墟了 泉州保留下来了 这还是挺挺挺神奇的 这是我看一个 这个谁写的这个历史上说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在 刚刚为什么笑呢 就笑这个 就是在宋末和原初的时候 这个我们就要不得不提到 有一位这个姓朴的 这个叫普寿根 这个最近还很火的 刚拍了 拍了纪录片 超人给我们聊聊这个普寿根吧 这普寿根还挺有 最近争议很大的 拍了一个纪录片叫 闽南望族普寿根 哇 是是是 还拍纪录片了 对 所以特别吵得特别厉害 就是说把这么一个 把这个宋王室彻底给宰了 宰干净了 带着援军去那个攻崖山的这么一个人 给拍了一根民族英雄一样 是吗 所以争议特弹 对 这个普寿根听起来像个中国人的名字 其实他是一个阿拉伯人 但这位这个阿拉伯人 这个不是 那就是有阿拉伯血统吧 不是纯的 对是这样 其实 他就是阿拉伯人 其实呢 他好像他就是 他们他的祖先 小时候就来泉州了 不不不 对对对 他其实 他可能是身在泉州的 有可能 这个普寿根 其实他们家 我估计从唐末就到中国了 就是阿拉伯人 就唐朝末年在广州做生意吗 或者怎么样的 就他们已经在中国 他们这家已经在中国生活了 大概一两百年了 就是这么个情况 可能他已经是 不知道多少代了 已经是 这个普寿根 对 他父亲是从广州 搬到泉州来 这是没问题 这历史上这个都有记载的 他父亲叫葡 就是越南那边是吧 对对对 就是汉代迁过去的 从哪四川 还哪迁到 但是好像他们是阿拉伯人呀 就是这个 就是在战城的 战城是越南呀 就是越南北部 先从阿拉伯移民到战城 再从战城到广州 再从广州到泉州 这么一个 I see I see 反正这位普寿根 就是他们当时 他是一个商 就是他们做生意做的很大嘛 然后就是当 而且他们在宋代 其实就当官了 就是当地的这个 对 当地的地方官 是不是南宋 南宋 是 正是抗金的时候 不 也没抗金了 反正就是 就是南宋末年到宗那种 就抗元 抗蒙古的时候 后来 这个普寿根 这个 这位先生 这个 看南宋形势 不好了 然后就 林郑就投降了这个 蒙古人 然后把那个 在在泉州的那些 南宋的精英分子 还有南宋的宗室 给杀了个 一大半 就是南宋的支州 很多宗室 就是历代支州 什么的 然后 因为当时逃难嘛 很多精英分子 都逃到泉州了嘛 这个 当时的魔都 就是南宋的魔都 是吧 然后皇室就 准备逃到泉州 对啊 之前他就跟那个蒙古 就开始已经勾结了 嗯 所以这个 所以超人还说 他们他还领着 蒙古人去攻崖山 什么的 这个我倒不太清楚 但我相信 他应该能 这个做得出来 对啊 跟蒙古组建 联合舰队了 哇 嗯 因为他这块 有海战能力 因为他们商船嘛 肯定船很多 因为蒙古人 又不会开船的了 肯定要得靠这些人嘛 对不对 对啊 嗯 是啊 所以这家 这个 普 普兽根这家 后来他到了 元代 蒙古元代以后 可是大发达了 蒙古人特别重视他 就是给他做了 这个士博司的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头 是吧 树子 对对对 说上次我去 那个海关博物馆 就在北京 这个还说 这是中国第一个 历史上第一个 外籍士博史 就 就是这个普兽根 而且我在日月太保宫 特别逗的是 这日月太保宫所在的位置 他的后面就是士博斯 咱们现在国家的那个史官也没什么立场 就是施朗和郑成功可以一起纪念 但能想出来那个时候的泉州 因为就是各种势力 然后各种倾向 各种各派人士比较多 肯定是 是很混乱的 因为这个这个日月太保宫最早的 也说是元朝初年建的 但他肯定庙不是了 就是 但泉州反正有这么一个传统 就是这个庙不断的翻新 可能不断的被毁 但是不断的在原址上 在建 大家好像 生命中有这么一个需求 他觉得我这个地方是保护我这一方平安的 然后这个 这日月太保宫还说是 为了 就是和元朝 和元朝当时说的时候呢 还说这是 就是忽悠儿童的 旁边还有一个专门办书院的 就专门教孩子们念书的 这个念书 很晚都还有 就是我觉得就泉州 就在让你特别 哎呀 所以 穿越也不太容易啊 但是就挺丰富的 但不管怎么说 我们刚才 刚才聊到这个浦寿根嘛 这个 他其实 这个对泉州影响真是挺大的 然后因为他当时不是做了 士婆斯的这个头吗 等于是整个海关的官长了 所以但他自己又是经商的 所以真是官商 官商一体啊 所以他们家这个生意越做越大 然后这个 但是有一点后来就出现了问题了 就是在明末的 就元末的时候 蒙古人不行了 但是这个 这个 因为朴寿根 因为元代时间很短啊 特别到了这个宋 就是南宋末年到这个 到元代末年 其实才六七七八十年 这个大家的这个记忆还很新嘛 所以这个朴家 他转不过弯来了 他没有 因为他留了好多汉人的血债 这个所以 他只能对蒙古人死终 所以这个后来你知道吗 元末农民起义 后来他们这个汉人围这个泉州城 围了近十年 就打了十年仗 就是这帮泉州城里的这些色木人啊 就是阿拉伯人啊 这个欧洲人 博士人 印度人 对 就是说坚决不投降 就是抵抗了十年 最后才是城破了 就把这些人全干了个干净 把朴手根还挖出来鞭尸呢 对啊 是啊 就是就是 所以后来 泉州为什么后来在明代就就地位就不行了 就是和这次这个元末这个大的这么这么一次这个战争 所以为什么说这个从宋末到元末这个泉州的历史那么波澜壮阔呢 就是哎呀又有战乱又有最恢弘的时候一下子又毁了 真是这个历史的这个诡诀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通过这150年 是 但无论如何实际上泉州还是还是像你比如说80年代末去看到的 它仍然有很多很多遗存让我们金人还可以有一个想象 嗯 对啊对啊 是啊 这个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大环境可能和这个福建这个 因为我相信我们节目会经常聊到一个是山西一个是福建 山西一个是福建 因为这两个是真是中国最神奇的 我觉得保存传统当然保存的方式和保存的形式就是都不太一样 内容和形式虽然不太一样 但都是中国保存传统保存最好的两个神 对对对是 刚才我们还不太提到那个有那个印度教的一个神庙嘛 当时我我记得有人去找过 这个神庙遗址其实就是在普兽根的那个花园附近 据说这个这个应该是个师婆庙 这个这个庙当时叫番佛庙嘛 好像就是普兽根的女婿这个建的 她女婿有可能是个波斯人或者是这个这个印度化的波斯人怎么样 因为波斯和印度这个关系很密切 她女婿应该还是个这个阿拉伯裔吧 阿拉伯裔 他只不过他控制的军队是帕西是波斯人 就是他们的雇佣军嘛 当时用了波斯人打仗包括那个圆末的时候 反正这段历史 但是很幸运的是好像我们现在去泉州还是能看到不少 就至少都至少都是遗迹吧 我比较就觉得有意思就是清静寺嘛 他那个那当然 这应该是人超人奔到这个泉州的第一站是吧 超人我来考考你 清静寺对吧 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东南沿海 就是他们所谓的有四大清征寺 你知道哪四大吗 清静寺是一个 广州 考考你 广州 对 唐州 还有什么 还有哪个 还有一个 猜猜看 还有一个不知道 你一想就能想到 其实他们的历史都能追溯到唐代的 都是号称唐代嘛 其实 差不多吧 因为这广州 能说是号称唐代 这广州全州 去广州我还上了那个光塔 然后 其实都是后来后见的 基本看不见原来的遗迹 还有一个就是扬州的仙鹤寺 哦 扬州 对 因为广州 泉州 杭州 扬州 四大港吧 这个都是唐朝兴起的 这四个对外这个 这个贸易的这个主要大港 哎 那我再问你 超人考考你 你知道这个东南沿海四大 圣牧是哪四大 东南沿 就是东南沿海 就是刚刚你不是说了 你不是说了四大清征寺吗 广州去过 泉州 泉州去过 然后杭州 是吧 杭州还有 对杭州有 杭州有 然后那我还不知道 第四个 叫卡哈迪亚尔巴巴木 第四个也是扬州 扬州那个木挺有名的 叫普哈迪木 我没去过扬州 所以我 OKOK 这只是题外话 这个咱们 如果对这方面 这个伊斯兰教 中国的伊斯兰教建筑感兴趣啊 这个遗迹感兴趣 可以去看看 广州 泉州 杭州 我都去过了 OK 就是说 但是 我觉得泉州比较有意思的 还是泉州的清征寺留存的这个建筑格局啊 还不是这个纯汉式的 因为像广州杭州这些都已经是这个汉式的清征寺啊 汉式格局 只有这个泉州留下了一个中东中亚式的这个这个清征寺 然后包括后建的后翻建的那个大门的拱券也是按照这个中亚式修的 哎 超人你看那个 凭你的理解 你觉得这个就是他这个老的就是那个大门 还有他那个礼拜堂 就是那个礼拜堂的遗迹吧 对吧 因为他现在礼拜堂的 大门肯定晚 礼拜堂 就是礼拜堂能到什么时候 其实石柱应该能够圆我估计 圆啊 OK 就是 这个我其实我是有点疑惑的 因为好多资料我看都写的是宋 我觉得到不了宋 你觉得到不了宋 对 这个特别是已看过杭州广州这些来说 应该就是个人观点就是到不了宋 应该是圆的东西 OK 还是挺有意思的 这个 这个清真寺 其实我看有些资料上还说 这个清真寺是仿那个大马士革 叙利亚 你刚不说叙利亚内战吗 这个大马士革的那个大礼拜四件的 不是你想想 他那个 不是特像 他其实那个 那个外边有点中亚风格 有点像刚才什么布哈拉呀 什么这些地方 巴拉子摩呀 不太不太像纯阿拉伯的这种 因为他这还是毕竟有好多那个波斯人嘛 波斯 你看那个喜欢修这种大门拱圈 阿拉伯好像没有特别的明显的这种风格 你像那个 那个 他们 我为什么说叙利亚内战 他最后其实还有交派纷争的 他有那个逊尼和什叶的纷争的 这个纷争还都在 还都在全州还能体现出来 对呀 他有那个 就是波斯人 有帕西和那个阿拉伯人之间的那个斗争 在那个圆末的时候 所以所以还是特别混乱的一个这个情况 我去全州吧 就刚才大家说那初心嘛 我去全州其实还有一个更更有更早的初心是 过去玩过一游戏叫大航海时代 啊 OK 里头是有全州这一点吧 对 里头中国就是这世界各大港口嘛 亚历山大 欧洲 什么威尼斯 然后只有中国有个全州 然后当时印象非常深刻 然后就是 我也是在厦门当时度假 然后就说 有高铁很方便 一个小时就到 然后去全州待了两天 就是 当时没做什么功课 基本就把这个我叫的两个圣记看了 然后就 那个什么宋代的开源寺什么都错过了 诶 那有人说那 你叫那圣墓啊 说有 说是 穆罕默德派了四个人 这 这 一嫌二嫌三嫌 这个 这个靠谱吗 特别不靠谱 我觉得 OK 就是 这是纯粹的传说 就是说在穆盛的时代 就派了这个圣门弟子来 有可能派 但是肯定 都不是了 就是 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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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 好像 泉州 广州的圣墓 至少 见这个圣墓 都是在明朝前后 建起来的 就是 就是 再有 你想想 那个圆末的时候 基本把这个大鼻子都杀光了 基本都是明朝 这个中期 又有阿拉伯 实际上人来重新纪念 才建的 所以之前的那个传说就更 之前的传说就更 不一定能确凿了 因为 对 超人你这么一说 我倒也觉得挺靠谱 为什么 这个我觉得圣墓那 那个池亭子嘛 看起来不太老 像有点像明代的这个 这个这个样子 就是说 我想想啊 就是说 那个阿拉伯 这个伊斯兰教传入 汉地 应该就是 能有这个定居点 和这个 宗教场所来说 应该是送 不会找到 唐 因为唐 这个 同时期 那个 自己的事 还没解决完呢 就是 那个阿拉伯 半岛 还 他自打成一波舟呢 他这个 他 不可能说 有这么大的实力 会影响到 这出现定居点 出现 这个 这个传教室 这种情况 嗯 但是那个 在清静寺里 超人 你有印象没有 有一块 那个永乐皇帝 颁布的什么 保护 回教 什么什么 一块碑 嗯 你有印象没有 这个就说 当时就 不许 怎么怎么 怎么欺压 这个 这个 你教的人 什么什么 就之类的 怎么样 哎对对对 我也记得 有这块碑 对吧 当然 明朝到处都是有这个碑的 OK 你看那花式清真寺啊 什么的都是啊 北京的这些 因为明朝这个各个大将 长玉春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是都是灰民的 当时 马皇后也不缠脚的 但是这也不 现在不好说 哎 说这个郑和不还在泉州 这个参拜过圣墓 他在这个圣墓这儿有一个碑吗 当时的 哎 是 是 是当时的 是块碑 是块碑 还是什么 给他 哦 绿块碑 哦 是 是 出海的时候 哦 这个特地来参拜 嗯 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 其实讲到郑和 当时这个扯的有点远嘛 最近好像 有一些争论吧 有人认为郑和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信伊斯坦教的 但是 对 好像有这么一说 他的这个 至少他爷爷和父亲是信的 他自己 对对对 但他自己不会 他自己世面见多了之后 他不一定要这个 这个有一个专门的信仰 但是他的家 家世是这样 为什么 而且郑和 郑和有一点是这个 挺有意思 他他不是落藏在南京的吗 他那个 他的藏 藏仪就不是按照伊斯兰教的 这个藏仪来的 对啊 他这个之后是没有按照这个 伊斯兰教的 我觉得他也不敢 他就算信 他也不敢 估计那个用了 就算信也是用了那个 那个 有一个那个 可以装作不适的法则 哇 像什么塔吉亚原则 OK 诶 这常常我再问一下 就是 对 塔吉亚原则 诶 那个 就是 清静寺 那个老的那个礼拜堂 我们就现在是废墟 因为他不冲西吗 冲冲冲冲天方 然后他那有一个刊 那个就是那个 米哈拉布 对吧 对米哈拉布 就是 OK 就翻译成米哈拉布 对 这个就像我 我想问的 就是我想知道 那个 那个 那个翻译成什么 这叫米哈拉布 有汉式的意思 汉式叫瑶殿 瑶殿 像砖瑶一样 瑶殿 砖瑶的瑶 OK 你像那个 那个牛街礼拜四 那个 号称是辽代的米哈拉布 就是 叫瑶殿 瑶殿 嗯 嗯 长真实了 反正我 我还看见过一张 这个老照片 就是在那个 清静寺前面那条街 没拓宽时候的那照片 哇 那时候看得好 好有意思 哦 因为现在我们去清静寺 那个马路很宽嘛 嗯 对 哎呦 老照片上看 那个清静寺那个 就贴着前面的那个铺子 大概也就几米的样子 哦 就特一条小街 哦 特别的这个有意思 广州我去的那个光塔寺 也是在老街里 还是你说 但广州那条光塔寺的老街很 它算挺宽 我不知道拓宽没有 对 那个清静寺前面那条街更窄 嗯 而且周围都是铺子呀 市面呀 就是人很多 然后就一条很小的街 大家挤在那 然后那个清静寺 哎呦 这个觉得那尺度体谅感 特别有意思 因为现在你把那个 那个广场都拆出来了嘛 就是那个庙就不显得那么高大嘛 虽然也很高大 但是这视觉感就没有那么强嘛 原来在小街里 哎呦 有这么大一个这个石垢的建筑 还是看着很神奇啊 然后等于这个寺院全毁了 之后在清代吧 可能才修了现在那汉室的清静寺 然后这个 炎竹不是说他去那个圣墓的时候 感觉一个人快关门了 还挺恐怖的 对 我去的时候特别有意思 我去的时候龙眼 那个里边全是龙眼树 龙眼正好成熟 然后满坑满谷的龙眼 密密麻麻的 就是特别特别多 我觉得就是 而且没有人啊 那个院里 然后那个进门的地儿写着 那个私斋一科罚款五元 我当时特别想吃 然后就没干 没有那个瓜田里下 然后这个像泉州 因为有这些宗教遗迹 还有很多内地啊 什么西北的这个穆斯林 有些那个油坟团 然后去 拜这 就是去 就看那个圣墓 纪念这几个筛海坟 筛海就是谢赫 就是老师的意思 那反正这个泉州 这个伊斯兰教的史迹 还是挺多的 然后 但是现在我们去泉州 基本上大家必去的 就是这个泉州 这所谓的第一大名胜 开元寺了 对吧 对对对对 也的确挺丰富的 就是开元寺 因为听刚才我们说 印度教的时刻 其实在开元寺的 这些月台下面 后面的柱子 就就是印度教的那个 对啊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 这个其实就和我们刚刚讲 讲的那个就是 元代末年 泉州这么一个大混乱的时期 其实是有关系的 因为开元寺现在 因为开元寺历史 虽然能追溯到唐代 但是现在开元寺的 这个大殿的 还有一些它的寺 除了那两个双塔了 它的基本都是在明代初年 重建的 就是可能就是毁了嘛 在废墟上建起来的 所以特别好玩 因为它很很多 就是就地取材嘛 把那些老的那些 原来的那些翻佛庙呀 那些那些石垢都在那 然后它就用来建开元寺 建佛寺了嘛 对还还挺神奇的 嗯 我我去那个泉州 我还就是因为我 我经常去县门 我还去过安平桥 你们去过吗 安平桥我没去过 我去过叫 叫武里桥 就是 你走了吗 也是 你你你从 走了 就是从东走到西桃 走了吗 就是走川了吗 好像没有走川 因为我记得那天 特别特别热 我又我也是 又是八月 因为我都是冬天去的 哎呀热得不得了 就我肯定是没走过 但是桥头有个庙 我记得 嗯 你去 我去的时候还没没修完 嗯 我去的时候那个正在整修 那我去的时候 对那我去的时候应该是整修好了 因为那些杯都是重新立起来了 但是桥还在修 因为有工人还在那儿 那个庙旁边在午休 因为他们中午特别热嘛 嗯 所以我可能大概不会走完 但是我去桥头庙 然后桥应该走了一半 因为我就看底下那个时机是怎么做的 而且我去的时候没有水了 啊没有水啊 我去的时候真是跨海大桥 就是就像 就像找 就是像像 像贪图的那个感觉 应该是 不多 但是我去的时候可能风水 就是 那个 真是一个 人类第一个跨海大桥的那个感受 这个桥是宋代建的 宋代的 就是那个还是 这个 宋代的时候建了很多这种大石桥 赵什么 赵令金 当时的支州建的 嗯 嗯 建了几个 这是当时人类历史上 最早最长的跨海大桥了 还有一个是洛阳桥 洛阳桥实际是 福州厦门之一 没这个长 嗯 对对对 但但实际上好像在 应该是比他这比这个早吧 欧阳桥 嗯 当时是咱们做那个准备做那国宝中国嘛 然后我就特意去走了一遍 嗯 对 但的确是这个泉州的石工很很厉害 那当然是 那那个竹子你有印象那个开元寺前沿的那个那几个盘龙柱吗 雕得多好 对啊 我有印象我有印象 不光是开元寺就是那文庙那前沿的也是几个盘龙柱对吧 也是这样的 对对对 也是 因为我相信 就是我说就有点像像就有点汉风了就因为我们看到的在其他地方建的那个明代的那种盘龙柱不是就是很很细密的什么像像鳞片它那个还有就筋肉的那个感觉有点囚禁的那个 对我都很怀疑是不是明代的柱子是不是都是老的老柱子都都微微可知和宋代的柱子因为实在那龙真是雕得很好啊 真的 但后来我去漳州的那个龙也是这样子的 是吧 对也是这个感觉古风很很浓 对啊 那就像他们那个文庙建的也不算早但也是古意很浓 对啊 对啊 那个正极特 他可能在这个手法上 对 他本身也是 保留的比较久 这个多元文化的地方吧 他那个工匠就互相吸取 这个营养的比较容易 然后就是会做的好一些 对因为他那个时候做贸易肯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那个破莱品嘛 破莱品 波斯工匠啊 什么 是啊 中亚工匠 肯定 然后 对啊 印度 对 而且他自己本土的工匠也眼界也开阔 他看到过很多好东西嘛 对 是 世界各地的好东西 而且我看他们那个因为 这个印度南部有建那个石制的这个神庙这个传统嘛 我觉得可能当时这个石工这个肯定因为经过那么一两百年这个锤炼应该是水平相当高 可能到了明代 估计至少到了明代这个泉州的这个石工还是保持的相当相当高的水准 对吧 对对对对 那个反正反正我印象挺深的 因为我开元寺我去过几次 然后有一次去这个没有人嘛 然后在那大殿里这个一个人也没有 然后我对当时这个 竹子的那个超人你们有印象吗 我对上当时那个大殿那个柱头上的那个嘉玲平家 那个金翅鸟 一个个在那吹着奏乐 然后就感觉就是那个氛围啊 对 这就是真的感觉 但你太幸福了 为什么我每次去开元寺又下雨 又那个什么 没有一个时候没人 永远是参拜的人数不胜数 然后在底下七七八八的扔那两个签子 就两个拜月型的版 拜拜丰比较重 敏台地区这个拜拜丰就很重的 所以正常 我当时在清静寺 我没感受过就在开元寺没有人 我当时清静寺出来 边上不是那关地庙吗 哦那可热闹了 那热闹死了 完全另一拍景象 里边各种这个球签算命 烧香磕头特别好玩 对对对 那络绎不绝 那是关月庙 实际上是把关地庙和这个岳飞两个 都放着连在一起的 对 所以他好像你没觉得有两个那个拜的厅 哦 对对是的 有的 对 不是特别深了 就是味道记忆特别深 但 对 但是那景象你肯定忘不了 那是我第一次到泉州 然后因为也是奔着清静寺开元寺的地方 所以沿着这个图门街走 就被这个关月庙的旺盛的香火和那个灿烂的柱头给惊着了 我是被那一屋子算命的惊着了 第一次看见有一屋子的人算命 然后每个算命的门 这个桌挂摊前面都堆四五个老奶奶 我心想解放这么多年了 还这样 哎 这个其实我要说的就和山西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他们那个信仰啊 就是头上三尺有神明 这个是无论你在泉州你多大多小 就这个是 是生来与生俱来的 就不会有 不会有遗忘的 可能小孩子都不懂 但他就已经被父母拎过去拜了 而且他一定要知道他拜的是谁 这个人的 这个神的来源 因为他很多神就是地方神 就是由人转换过来的 所以你要讲这个地方是什么历史 所以我感觉他们的这个信仰系统啊 极其宽泛 但是所造成的就是这个后果非常好 刚开始可能你就把它当成其他地方的庙 后来你看了庙多了 然后看拜的多了 你发现他就是在这个 这个懵懂的信仰 其实还是我懵懂的信仰系统里 他历史就缝在这里面了 无处不在 所以啊 都是历史 都是历史人物 所以我建议大家呢 这个听了竹子这一番话 我建议大家就是去泉州啊 除了几个就是单子上的重要景点 开元寺啊 陈天寺啊 天后宫啊 文庙啊 还有这个清静寺 这些景点啦 其实泉州走街串巷啊 去看看他这个老的街坊 还有些些老的 就是像竹子说的 像居委会式的这些小庙 还是挺有意思 对 铺径宫庙 这个我走了好多 然后泉州也特别好吃 对 这我每次去泉州 我有一次去泉州把胃都吃坏了 回来休了一个礼拜 就因为太好吃了 就所有的小 明显的比福州厦门要好吃 就这种小吃 对对对 但你还没去张州 张州也很好吃 而且泉州挺有意思 泉州 我不知道福建其他地方 泉州好像有很多传统的铺子吃牛肉 这个在其他的福建和福州下面有吗 你们有看到吗 这是不是你叫的遗存 对啊 我觉得有可能吧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叫遗存 因为整个中国 整个东南都是拿牛当主要的处理的 这是拖拉机也不能随便吃的 这个花市北京的花市清真寺 还被那个官员和老百姓弹劾过 就是说他们宰拖拉机吃 然后康熙降旨说 这个不是跟我们不一样 得尊重人信仰 每年拨两头牛给他们吃 这样 超人这么一说 大爷提醒了 我记得泉州的牛肉汤是挺好吃 是吧 就是说 很有风味 就是他周围其他地方有吗 漳州厦门什么 这个没有概念的 这个也得靠我们福建厅有 如果有这个 给我们这个 给我们来信 介绍介绍是不是有这个类似的 对对 因为我不怎么吃肉 所以就 因为你像汉地 大家其实也一直 只要有羊的地儿 大家也都吃羊 像陕北啊 对啊 但是牛是一个 就是主要的这个 耕地用的东西 劳动力 劳动力 它是拖拉机 所以就不随便吃的 对 但是有这个吃牛肉习惯的 一般可能跟阿拉伯 波斯 有一点关系 养牛的成本也很高的 所以一般都是养一辈子这样 那竹子你还吃上什么 全都好吃的了 我的都是那些小吃 像肉粽 然后石花 就是石花糕 石花糕实际上就是 海边的一种植物提炼出来 有凝胶的那么个部分 通常是和 其实到漳州就叫四果汤了 就和水果呀 绿豆啊 然后那些园子啊 什么弄在一块 冰块 凉凉的 就特别热的时候 进去喝一碗 特别舒服 特别解暑 到了漳州呢 就会把这个 就不是放冰块 就放这种 而是把它弄成打成炮冰 然后你一边吃呢 这个炮冰就化成了水 然后放的料其实更多 听听 它叫四果汤 就是你可以选四样 然后加上这石花糕 这是全州的一个吃法 就是各种海鲜 然后像到了晋江啊 石狮啊 永宁啊 这些地方就是 哎呀各种海鲜 对我就是想说海鲜 我当时那个 从清清寺 特别好 从清清寺后门出来 好像是一条那个 古玩街 就是卖假古董的 哎啊对 再往 哎对对对 再往前走一点 他们叫文化旅游街 再往前走一点 是那个 在龙宫海鲜市场 哈哈哈哈 那个市场我走过 我走过 我走过 哎还有那个 听那个 全州那个 古 就是那个 南英 南英的是不是就在附近啊 对 南英实际上 不是说听去 全州的南英 这个 就各门各项 就是 全州说这个 南英社团有几百家 有那么多 就 非常非常多 多的就让你想不到 而且就很多现在 年轻人都投入到这个 觉得 哎呀这个 这个 其实刚开始去复兴的时候 还是因为 桥乡 说这个 老华乔一回来呀 就 一听到南英就 热泪盈眶 然后下一个动作 就是赶快掏钱 所以这个 后来在中小学生 原来只有一所小学 就教南英 就作为 这个 外修的课嘛 业余课 后来就 很多小学都在弄了 然后再加上 他们本身 对南英 就是有一种 这个情感 所以很快 他就恢复了 现在已经 多到 他们都在说说 哎呀你没有听过 真正的好的南英 意思就是说 这个民间社团太多 良友不齐 但这个 的确是这个群众喜闻乐见的 一个活动 就他们 跳广场舞的不多 晚上 你要是在泉州 有心的话 365天 天天听戏 是没跑的 就完全可以达到 几个人 就是一个 就是又回到社团了 就社团 可能就有个南英社团 然后就在一个茶楼 一个 像你说的听南英 你说的是文庙旁边 有一个常年唱南英 一到晚上 就有常年唱南英 那么地方 对啊 其实他在很多街巷里 什么公园边 就这社团 他可能就包了一个茶楼 然后我10点 8点到10点 他们夜生活极其丰富 在泉州没有 晚上他们又很晚 很早回去 就像我们去的 所谓的一些小城市 或者村落 就已经一片寂静了 没有 都是很热闹的 大家很 挺有意思的 这个古乐也好 而且就衍生出来的 做琴的 这个 什么 做销的 就动销 就做这种古乐器的 也非常多 所以 就是一个南英 就派上出很多 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手工艺 他们的生活状 全州不光除了南英 还有高甲戏 对 还有木偶戏 还有这个 就是他的戏曲特别多 这全州听起来真是 我觉得 第一个 我的感觉就是 其实和苏州挺像的 这个 而且第二个 全州以后 我觉得也是一个越来越 奇葩的一个 类似于像孤岛一样的一个城市 因为其他周围的都不一样了 因为我这次13年 我去全州 我还去了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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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莆田嘛 哇 那莆田现在已经建设成什么样子了 这个 莆田系赚钱赚的多 是他们自己非常诟病的 一个 一个 竹子 我想问你一个 闽南的城市 你刚去完全州 这次 你现在去操杂吗 就是堵车啊 什么的人多吗 也有了 其实也有 但是 因为 因为它很多城市 它 就是它很多街道 它也没有拖宽嘛 还有 其实我觉得 我再请劝大家 就是在全州 如果在古城内的话 还是尽量靠步行 像我基本是 打一个车 然后今天选一条道路来走 然后就一直走下去 走到 就是 你对全州就会有那种近距离的印象 而且全州还有一个特别 好玩的东西 就是你走这条街 除了我说的 铺进宫庙啊 还有这些 你一会儿就看到一个 这个天主教的 对 基督教的 然后就 就各个 它现在还是这样多远 反正你这样走 还能吃着很多当地小吃 我去的 对 然后你随时就 对 随时买点小吃 就快吃了 那个 我去的时候呢 就是基本上 打车到一最远的点 然后开始往回走 然后 我当时的感觉 我大概11年 12年 11年还是12年去的 就是 哎呦 就是跟那个 厦门啊 什么福州比 就太清静了 特别 安逸的一个城市 特舒服的一个城市 特舒服 人少 对对对 我当时感觉就是 人少 不堵车 然后特别的 特别的 这个 景景有条的一个城市 对啊 而且 对陛下官的听友来说 对啊 如果你喜欢这个 这个 喜欢历史的 喜欢文物 喜欢古迹的 全州有那么多可看的 对吧 对 而且我突然冒出来 又有一个就是去陈天寺 我记得陈天寺 还有那个附近 有那个红衣法师 这个李淑彤先生的 这个很多 记本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简单聊一聊的 对 因为现在在开云寺里就有一个红衣法师的纪念馆 建了很大的一个一个院落 然后我后来也发现 我去青年寺又看到红衣法师的这个这个舍利塔 然后成天寺也是成天寺 还有一个叫温岭书院 那是他他最后的度过 所以后来我又去了哪 去了漳州也看到又是 对对对 因为这个红衣法师他就在整个闽南地区就在那转 但是他逗留的比较长的 全州他算逗留的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而且他最后就在全州过世的 对吧 对对对 是的 哎呀我觉得这个红衣法师最后在全州过世 我觉得哎呀看红衣法师的人生 我觉得是个成功的人 是个这个这么丰富多彩的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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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 然后那么多彩多艺 但他你看他对全州的这个印象 现在全州人特别爱饮 因为就是在开元寺天王殿的前面 不是有那个柱子上写的字 就是就是红衣法师留的字 满街都是圣人 就就是他们最爱最爱引用的 但确实可以说明就是全州的一个一个一个特点 大家都还满 我觉得他们挺说刚才我说上武 他们也很上古 上古 就传统嘛 就传统嘛 他们对他们这种除了我说信仰这方面 其实他的就是你作为一个全州人很容易就陷在他们自己说年轻人 陷在各种组织关系当中 这个怎么讲呢 这组织关系啊 就是对就是你有各种你比如说你可能是男婴社团的 那你就有男婴的这个组织 他有各种你有这个师父有师臣 那就有一个组织 然后你可能 这个你还有家族啊 家族就有宗慈 宗慈就有这个这个信 就是这个 祖上 而且我看到全州这位很多那个华侨建的洋房上写都写很清楚这个山西演派 就是我祖先山西来的 嵩山演派 就是你一进这个门你就知道他们家最早是哪来的 就是这个我们说的祖籍 就是他所以每个人实际上可能被包含在至少三四条这种组织关系当中 也就形成了你可能不会太 你有点他们年轻觉得有点挣不开这种传统的影响 也可能就因为这个才让他们的这么关系就是全州能保留 又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样子 就是他们可能年轻的时候觉得想挣脱 但老了又想回归 这是很正常的 他又安语 对他又安语这种 觉得这个是和他别人和他在外面看了世界不一样的 又是自己非常独立的一个特色 哎呀 桥乡太多了 我都没有想到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桥乡 我这回看了太多的洋房了 就是你说的这种心态也很像桥乡的那种 华侨的那种心理 对 这个我还采访了几个老华侨 但是这个又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华侨你怎么说呢 如果是七八十 现在是七八十岁的 那还坚定的认为自己是一个 即使他已经入了比如说菲律宾籍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籍 仍然说我们祖国 仍然叫讲孝道 仍然怎么样 而且说哎呀 这个下面的人物 就是这个孙子 现在都没有这个概念 都不知道孝道是什么 不知道宗祠怎么样 这个家族不见我得带回来祭祖 就是都是这样的 但是实际上他没有想 他孙子已经是另一个国家的人了 就是这个只是他的血缘符号的一部分 他怎么会 因为中文 其实你没发现 现在已经不强调华侨这件事 对啊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 在讲华人 在现代社会 在现代社会要保持自己的这个身份 identity也是越来越难了 所以像这个普寿根 所以我就遥想到普寿根 他们当时在中国混了一两百年 还能保持自己阿拉伯人的这个身份 回民我教的都能保持 这是一个强烈的那个联系 是啊 而且是一个 哎呀真是时空穿越 是一个那个iOS 这不是安卓系统 这是一个iOS系统 自我封闭的 是 那实际上 其实全州没有 没有我们说的那么神奇 我觉得也不像超人说的 不堵车呀什么 实际上他在变化 我去的时候早 你去的时候也一二年而已啊 就是 其实因为我一三年又去了嘛 那实际上当时的 就是我一个 从广州来的那个 我们的摄影师 他就 他就 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对全州产生了非常强烈的遐想 然后来了以后 第一天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他就非常失望 他就说 从我从机场过来 机场在进疆 从我从机场过来 我没有觉得全州和别的城市有差异 也一样是楼房 就是楼房上有像大错一样的 那样的飞檐而已 就是他 他看不 他看不到全州的 个性的地方 你来找我去拍 其实全州也在不可逆转的变化着 但他仍然是我觉得是中国很有个性的一个城市 是因为他的内里 你越去了解他 你越看到他 他还有能有保持个性的原生力 就很强的原生力 给你 给我像这样 我们这样好古的人希望 但你一定要深入进去 然后要做一些功课 然后要走深一点 其实我这次感觉和以前的感觉就完全 又有了一个进一步的变化 就像了解一个人一样 就是你越来了解到他 对我不太纠结于 我看的是不是古建筑 就古建筑 我说那些景点 它必然是我看的一部分 但实际上我对全州认识是 已经从有到无 那这是一个最高状态 那这是一个最高状态 某一条街巷 要去接触的 就是我以前对道教没有兴趣 你觉得太庞杂了 但是到全州以后发现 你就是要去到那个宫庙里 那个小庙里 然后看一看 他那个寄的是什么神 这个神是在历史上 大多数都是在历史上 有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是个人物 然后他有什么样的事迹 他什么时候他们会祭祀 我刚刚说365天 你可以都看到 你可以天天看戏 其实如果有心的话 几乎大半年的时间 你都可以参加各种宗教活动 对他可能在这个 比如说寄船的这个 沏海呀 然后船呀 祖先呀 生老病死 混上嫁娶 这些 就是 大家可以春节期间过去看看 对对 那他更丰富了 因为气候也舒服 然后那个各种活动也多 然后 对呀 比如说出海的时候 去烧王船 他们要做纸搭的一个船 然后再把它烧了 就以前是表示一个平安 然后还坐那个明屋 材质扎的 什么现在都改良了 还有小轿车 路灯 楼房 电冰箱 都做的可精细了 然后 就那个什么 把它 就是你 对你春节去的时候 就 应接不暇 只要之前做好 一下功课 我给大家一建议 一定要住在他西湖附近 哦 我都是住在开圆寺附近 因为我每次都想再去开开 开圆寺 那也可以 就是说 因为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水 它那西湖附近的街道啊 什么的都特别干净 特别美 你可以沿着那个西湖早晨 就是走一走 对对对 这个感觉就 而且西湖一看 就是青年山 我想 我想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如果是一去到泉州 住在西湖 泉州西湖边上的酒店 随便找一个 就没有你那个摄影师 的那种感觉 他可能住在比较 比较这个像 其他城市的地方 你 你 你自己去旅游 你这样 自己去仿古旅游 一定要挑自己喜欢的地方住 而且大家一定要去青原山 青原山很神奇 我觉得它有点像 像世山 就 就 但是它在城市里面 就离城市很近 你到 我 我这次在青原山 有两个奇遇 一个是 原来泉州人 那么喜欢上青原山 就像他们后花园一样 他们都是晚上去 就 因为夏天嘛 就 青原山要比 室内要低个三四度 所以他们一到六点来中 就开始开着车呀 什么 骑着车呀 什么走着呀 青原山实际上 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景点 它里面有八个村 就是 这人就住在里面 就 它就是一个城市 花园一样的 里面 它半截 山是道教的 半截是 这个 半面是佛教的 佛寺啊 石窟啊 道教的是 这各种 青原洞啊 就 而且山水很好 就是有山有水 然后 你想那个榕树 就这种 盘根错节的 很神奇 有点像 那个 当时我 我是特别热的时候 进去 然后进去 就静下来了 我说 现在有点像 爱丽丝 这种奇遇记一样 一下就进到 原始森林的感觉 就是因为榕树 长得很茂盛 然后再加上各种 郁郁葱葱的 然后那个泉水 直接就 就 蹦践下来 再有一些磨牙时刻 就感觉 而且没什么人 大家就找这些地方住 然后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啊 而且现在 好像我记得 泉州的高铁站 就是现在离清源上 不太远的 反正就是那地儿 反正交通挺方便 对啊 哎呀 反正我刚听了 竹子这一番话 我也深有感触 我觉得 我来帮你总结一下吧 竹子 我觉得一个就是说 竹子对泉州吧 我觉得现在是越来越着迷了 当然了 这个我们也同样着迷 一个是竹子自己的 这个感情升华了 这个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很 这个 有形到无形的 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境界了 另外一个 我觉得和泉州也有关系 就是泉州在历史和传统 传统和现实之间 真是还是结合的很好 所以你就已经 无所谓 它是老的 还是旧 但只是感觉就是现在的 这个自己的这个日常 这个生活呀 这个现实 这个整个一部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状态啊 这个 的确 的确 是 我刚才为什么说 找到老北京的感觉 就是因为 我就走在那个小巷子里 然后它尽头是一个小庙 就有几个老人 在打理这个庙 然后上面写着祭祀 一看 就前天 我又错过了 然后就是榕树盖着这个 这个小巷 不是我还没说 在哪个地方向北京 那个榕树抱着这个街 因为街都很小嘛 然后就是那种绿荫杂地 我又是夏天去的 就是那个 孔洞一样的那个阳光露进来 就是 就是像老胡同的感觉 然后有人还在那 就是很热嘛 有人在 在唐椅上 扇着大菩萨 还有这个榜爷 就 就感觉 特别像 就五八十年代 时候看到的那个 北京 特别生活化 也有这种感觉 对 特别生活化 就是他们 他们没有把这个 这个 就是一切日常 但你就感觉到 是一种 一个从容 然后他 他也不在意 有些什么 对啊 脏乱差呀什么 但他什么都有 这个肯定是在 这你肯定是在这个 福州的三访街上 看不到的 嗯 哎 对对对 对 你看西街 现在西街 开元寺前面那条街 也改造 西街就没有变成 这个 步行街 嗯 因为 因为大家都闹得不行了 就是老人 如果我出来 我就 你让我步行 我得走到 两三里去坐公交 这也不行 嗯 所以他只是把这个 西街整齿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 把它变成步行街 所以你在西街上 然然可以闲逛 但看不到那些乞丐了 我第一次去 被那些乞丐都快包围了 现在看不到那个乞丐了 然后就还店面 可能外面还有点 但你一进去西街的任何一条 小巷子里钻进去 那些东西都还在 嗯 行 这个这个是 很让人 哎呀 我还会再去的 泉州已经 就 有点像我 就是 我怎么说 有有几 中国有几座城市 特别爱的一个城市 而且越来越爱的 现在就是 这个爱情转到 这个泉州上面 就是他让你读 读不尽 对 我觉得泉州 还是要再聊的 其实我们还没 今天 无论是 无论是名胜 还是这个 草安都没聊 对呀 都还没有 我一直惦记着 开业寺的 开业寺的塔 我们都还没聊 这个我觉得 留点余味嘛 我觉得咱们就 以草安的这句 这个 这个 这个名言 当作我们的 今天的这个节目的 结尾就行 就叫 劝念轻则光明 大力智慧 无上至争 魔尼光佛 叫大力智慧 无上至争 我觉得这是一个 非常这个 有意思的 这么一句话 摩海摩海 好 那么这一期的 陛下官就到此结束 感谢收听 推荐大家使用 泛用型播客客户端 订阅收听 在 陛下官.com 可以找到 与每期内容相关的 链接 供大家按图索的 您也可以在 微信公众号和 知乎专栏 关注陛下官 我们非常欢迎 您以各种形式 给我们提出意见 发挥 如果您喜欢发邮件 我们的邮件是 陛下官 全拼 at ipn.li 我们鼓励您成为 陛下官的会员 每月5美元 支持我们将 陛下官贯彻到底 进入更深更远的 历史现场 直面古物真迹 体位于古人神接的一去 关于会员计划的详情 请访问 陛下官.com 斜杠 Member 同时也欢迎收听 IPN播客网络旗下的 其他节目 一天世界 未知到 博物质 内核恐慌 太一来了 流行通信 时尚怪物 映影像 无次元和选美 我们下周见